凤姐微博暗凤崔永媛网友,又出来蹭热度了。 凤姐也是就罗玉凤,女,1985年9月生,重庆市其江屈人,因一系列雷人言论在网络上走红,被人称为,凤姐。 罗玉凤自称懂诗话,会弹琴,精通古汉语,自称九岁起博览群书,二十岁达到顶峰,至伤前三零零年后三零零年无人能及。 主要研读经济类和知音故事会等人文社科类书籍。 就是一个这么雷人的凤姐,却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段话,看到冯小刚说崔永媛没有情人,这就武断了。 既然没有24小时跟在人家身边,崔同志暗地里包养了情人也说不定。 冯小刚、崔永媛因为手机仪式闹得沸沸扬扬扬,但是冯小刚和崔永媛的事别人都还没说什么,这凤姐偏偏进来插一脚,这是不是看着自己热度没了想要蹭一波热度呢?网友们对于凤姐也表示无语。 凤姐这微博暗示崔永媛暗地里包养情人有点过分了,之前凤姐还在微博对过崔永媛的死对头方舟子,也算是收获点好评,但是现在发了一个这样的话又让人摸不着头脑了,本来好好的在国外待着就好了,偏偏参与这件事,如果不是为了蹭热度就别平白惹了一身心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